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周深工作室在3月17日19点29分 放出了新专辑概念视频 于是前几天还是各种霸道金主的迷竟们 瞬间转变成了福尔摩斯迷竟 短短18秒的视频 恨不得荡成180分钟的一帧一帧的分析解读 导致的山巒天空 繁星点点的夜空 疑似拼图的地面 高塔耸立的城市 从星空掠过的鸟群和鲸鱼 循环出现的无人机 星星座椅及坐着的美女和背后的机器人 地面上鲤群的鸽子 记忆售卖柜 海洋和地面处的围栏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发出声波 或者是光亮的男孩 视频太短 元素太多 到底是怎样的故事 又诉说着怎样的声音 推开一扇门 还有千万重门 真实与虚幻 过去与未来 也许他只是想表达 那个曾经如同化身孤岛的一样 不被听到的男孩 那个只能在电脑后敲着键盘的男孩 过去的十年乃至更久早已成为记忆 他从无人处走来 走向繁星点点 未来也会跨过围栏 走向海外的那片天地 他不是女神 也不是AI 更不怕被观察 他一直坚定自己就是自己 是周深 他不会忘记右手边的过去 那是可随时提取的力量 用意走向左手边的未来 回报长椅的歌迷 还有前方广阔的海外和广袤的星空 其实我第一感觉长椅上的美女是隐约 那个周深刚出道时 对他倍加照顾和关怀的姐姐 最后想说米子们这是概念视频不是谍报啊